一、二、三、七 河北挖出赵子龙墓 墓中出土随身兵器龙胆亮银枪 但随着发掘深入 藏枪却变成了一杆长矛 赵云当年用的难道不是枪 就在众人疑惑之际 一颗玉印章的发现 让所有人振臂高呼 印章上到底刻着什么 这座墓葬之中又潜藏着什么秘密呢 时间来到2018年 河北某工地上 一辆挖掘机正在轰隆作响 当地房产商想在河北郊区盖一栋楼房 可还没等挖出地基 工地上就出现状况了 随即工作人员拨打了考古专家的电话 不出半小时 考古人员就已经到达了施工现场 可刚赶到一个硕大的道洞 震惊了专家 考古人员不得不尽快展开抢救性发掘 经过勘探很快确定了主墓室的位置 往下挖掘了约30厘米 突然看到了大量的道洞 专家心头一凉 看来这又是一场赔本买卖 再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艰苦发掘 终于在地下三米的深坑中找到了棺果 但是棺果上硕大的道洞 直接将专家的信心击碎 专家们欲哭无泪 主观旁边的边厢好像保存比较完整 专家们下定决心 先从边厢着手发掘 由于专家们心情低落 发掘工作的进度明显变慢 工作人员在边厢旁边的淤泥之中 发现了区区几块陶片 眼见初次发掘一无所获 专家不由地叹了口气 天空也应景地下起了小雨 为了保护墓室不被雨水二次侵蚀 专家们找来了防雨布 做了一个检疫雨棚 发掘工作不得不停止 望着小雨 专家们一个个愁眉苦脸 墓葬已经发掘了近半个月 仍未发现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待到次日调整了心态 再次投入到工作之中 古代墓葬的规格 通常跟边厢数量挂钩 这座墓葬足足有着四个边厢 可见墓主的身份非同一般 专家决定 这次直接打开边厢 映入眼帘的仍然是大量淤泥 专家们小心地发掘 在即将发掘到底部时 终于有了发现 一只高大精美的陶罐显露出来 经过清洗陶罐上精美的文饰暴露出来 很显然这么精美的陶器 并非平常人家所有 这让专家们更加好奇墓主的身份 随着四个边厢的发掘结束 淤泥之中发现了几个剑簇 难道墓主人生前是个武术世家 河北挖出赵子龙墓 墓中出土随身兵器龙胆亮银枪 但随着发掘深入 长枪却变成了一杆长毛 赵云当年用的难道不是枪 就在众人疑惑之际 一颗玉印章的发现 让所有人振臂高呼 印章上到底刻着什么 这座墓葬之中又潜藏着什么秘密呢 随着发掘深入 墓主的身份在专家心中有了大致的轮廓 已经出土的文物告诉专家 这座墓葬藏着的是一个达官显贵的武术世家 专家们的发掘热情也重新被点燃 一扫之间的阴霾当即决定发掘主棺 将主棺旁边的淤泥清理干净之后 突然发现在棺底好像压着什么东西 细看之下竟然是一根黑油油的木棍 底部用金属包裹着 由于棺材并非常人能够抬得动的 专家只得暂时停止发掘工作 重新思考新的方法 四日清晨考古现场又来了两名专家 有了两位的帮助很快就确定好了发掘对策 棺果的棺头是两层式结构 可以先将外层取掉 然后就能将手伸进去 计划赶不上变化 由于长期在地下水中浸泡 整根长毛俯视严重 毛头和毛饼连接处已经断裂 在清理了周边的淤泥之后 两位小哥来到长毛的两侧 十分默契地将长毛同时抬起 最后放置在棺板上 用油纸整根包住 放到塑料管中运回了研究所 至于这根长毛为何会在棺果底部 也许原因已经迷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接下来就到了开关的时候了 但是面对着棺盖上硕大的稻洞 平时还是不容乐观 将木片砸入棺盖 从四周挤出来些许清高泥 时过境迁 棺盖仍然刻尽职守 只可惜防不胜防 还是让可恶的盗墓贼得手了 棺盖之下还镶嵌着一块内盖板 将上面的淤泥清洗过后 一幅精致的漆化显露出来 这更加证明了牧主人的地位 随后进行牧主尸骨的提取工作 期间发现了几块玉配 专家讲这是射行玉 能够佩戴这种玉配的起码是猴急 之后将尸骨全部提取出来 发现整具尸骨长达1.8米 死者下葬时的年龄在70岁左右 结合着地点、尸骨、武器、陪葬品等各种因素 专家们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身着 银盔手持长枪的将士形象 这难道是长山赵子龙 这声惊呼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据史料记载 历史上的赵云身高1.9米 年龄七十余岁 眼前的尸骨和历史上赵云的形象高度重合 难道这真的是赵云的墓葬 回过神来 观众的庆礼工作已经过去了大半 就在此时一件物品的出现 让所有人都振臂高呼 非常像印章 那上东上东有关 有字赶紧赵小时上来 赶紧赵小时上来 先先我们先庆一下 有字有字 看到没有 确肉 必须是字 是字 是字 河北挖出赵子龙墓 墓中出土随身兵器龙胆亮银枪 但随着发掘深入 长枪却变成了一杆长矛 赵云当年用的难道不是枪 就在众人疑惑之际 一个预印章的发现 让所有人振臂高呼 印章上到底刻着什么 这座墓葬之中又潜藏着什么秘密呢 考古专家得知出土了预印章之后 立马返回墓室 拿起印章看了起来 但是由于时间长和的腐蚀 上面的字迹很难辨认 现场并不具备踏印条件 专家只能先将预印章送到研究院进行扫描修复 预印章的出土带给考古团队莫大的信心 继续卖力地发掘有价值的文物 观众淤泥在经过一遍又一遍的清洗之后 出现了一枚指甲大小的物件 专家查看后发现 这同样是一件同质的小印章 印章上面也同样有着刻画 虽然也无法看清 考古工作来到了最后阶段 观众文物已经完全清空 留给队员们的空间也不多了 就在这时预印章的修复结果出来了 很可惜结果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这座古墓的墓主叫范虚奇 因为墓主的身高 年龄 陪葬品 武器等等 都和赵云高度相似 所以才让专家们误以为墓主就是赵云 其实考古工作的过程就是这么玄幻 既有经济还有反转 考古人员才能够乐在其中 随着墓主身份的确认 考古工作也随之结束 然而让专家没想到的是 范虚奇这个人历史文献并没有记载 看来范虚奇的更多信息 只能在日后的考古工作中一一印证 好了 今年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